有我每天穿梭在繁华的都市 每天路路的时间陪着朋友恋人 渐渐地忽略了那个拦着我们长大的父母 那个已经老去了的爸爸妈妈 多少次的眼泪我咽在心里头 看着年迷的爸爸他已经白了头 还值得小时候 你经常陪我写字画画 每天放在心里头 学回家都陪在我的左右 每次考试失败 你在我的床头 鼓励我说孩子 你要努力加油 不争气的我 让你一次次的泪流 坚强的爸爸学会借酒消愁 可是我没有觉悟 仍然打架斗 父母的脸上 每天紧锁眉头 不懂事的我 每天抱怨有我所有 每天话想开着奔驰 帅哥陪在我的左右 渐渐地融入了社会的潮流 有了自己生活和自己的追求 写下的时间我陪着我的朋友 过着陪着我的兄弟每晚都去风流 慢慢地忽略了父母的感受 甚至回家看看都已变成 父母眼中所谓的失求和乱长的等候 每次父母的电话我都草率挂断 找了一些借口 推掉父母的问候 可我却和朋友 在酒吧疯狂一宿 完全地忽略了父母的感受和那往日的温柔 直到父亲老了毕竟出现一丝白头 我才彻底觉悟 我内心深处的感受 父母的黑发慢慢变成白头 突然间的发现 时间正在推流 我都想要时间倒流 陪在父母左右 让昔日的微笑挂在父母的脸头 原本简单事情 如今变成奢求 因为时间走得昏快 不会被我倒流 人生短短几十载 甚至只是一宿 父母现在老了 需要我们问候 我们可以一无所有 但是要有家 父母和我们组成的这个才交加 这个要与我们长大 伴随我们的家 父亲也许老了 但是还有我 只要有我在 就会扛起这个家 不会让他再次受到攻退与打 乌鸦都可反骨 高粮都可贵辱 何况我们是人 这是做人基础 我知道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 每天都有很多的时间 陪在朋友和恋人的身上 很久没有回家 看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总是找个借口 说自己忙 在父母生病老去的那一天 才突然醒悟 当你的父母 颈角出现一丝白发的时候 说明你的父母已经老了 我们已经长大了 应该扛起这个家 不要再让他 那么累了 也不要让自己 留下任何的遗憾 珍惜和父母 在一起的每一天 如果有时间的话 都回去陪陪爸爸妈妈 这也许是 我们每个父母 最开心的时候 也许是我们唯一 能为我们父母做的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